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个小子的独居生活状态也和母亲的亲情关系引发全民讨论 有了对独居男艺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母子关系的放大观察 为了更全面了解当下年轻群体的生活现状 陈欣宇工作室趁热打铁推出升级之作《我家那闺女》将于1月5日晚每周6晚2200播出 主持人无心运动员复员会和文娜和演员员姗姗亲情加盟 四位闺女的爸爸和全国观众一起观察闺女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独居生活 从好好去生活到追求幸福生活 作为曾经拿下了12期收视冠军的亲情观察类综艺 2018年综艺黑马《我家那小子》聚焦的是四位男艺人独居生活 而与之不同的是《我家那闺女》的闺女人选类别 更加丰富主持人无心 运动员复员会和文娜和演员袁姗姗 作为首批闺女亲情加盟 不同的职业状态下 不同女性的独居状态 在四位闺女的爸爸眼中将会引发怎样的亲亲互动 情感观察员李维嘉 大张伟欣然继续和爸爸们一起 聊一聊爸爸和女儿的温暖故事 作为达到聚焦青年人选独居生活 亲情情感共鸣节目 《我家那小子》的沉心与工作室 在做完亲爱的客栈第二季后 又马不停蹄地启动了《小子姊妹》片《我家那闺女》 在延续好好去生活主题的基础上 《我家那闺女》聚焦独居女性 重点观察妇女关系 在接那小子之后 希望借闺女们的生活 传达尤其是女性群体追求幸福生活的概念主题 《从我家那小子》到《我家那闺女》 两档节目始终围绕独居生活 做出真实展现和不断探索 能够影响到节目观众 从而解发个人生活思考 就是节目倡导的好好去生活 追求幸福生活的价值 所在从节目内容来看 闺女与小子相比 更多了一份柔软细腻 也多了 作为独居女性在生活中更特别的独立和坚强 蹦床公主何文娜 惊喜加盟洪荒少女复原会元气登场 何文娜 复原会两位运动员 作为《我家那闺女》的首发嘉宾 在拼搏和荣誉的竞技场下的女运动员们 会不会有着和普通人一样 有着独居的所有喜怒哀乐 备受欢迎期待 作为已经退役的运动员何文娜 目前一个人在北京生活 家人不在身边 何文娜也选择养一只狗作伴 出生于福建的她 因为身体原因 从小被父母送去练体操后来练得小有成绩 父亲这才决定 将女儿朝着专业的方向发展体操运动员的训练 艰苦可想而知 何文娜也表示 自己很感谢这段经历 从退役至今 父母与独自生活的何文娜 见面并不多 第一次通过《我家那闺女》的镜头 完全进入女儿的独居生活 何爸爸会对女儿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同样身为国家对运动员不同的是 1996年出生的复原会 可谓是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曾经因为有趣的采访 表现意外走红网友 注意到 这样一位可爱帅真的游泳运动员 从傅元桂的个人微博 可以看到她与网友的互动 也有着特别的富士幽默峰 这样一位大大咧咧 声称自己要做一个历练猛男的游泳运动员 即将向观众展现她独居的别样精彩生活 柴女无心操心工作事业仗义袁杉杉杉 首聊恋爱观有了体育界的闺女 女主持人无心和女演员袁杉杉的独居生活 也被节目真实记录下来 作为一名专业的主持人 无心的工作态度和作品有口皆碑 和快乐家族的深厚感情 也是娱乐圈家话 但对于无心的独居生活观众却不深了解 在宣传片中可以看到无心的闺房少女心的玩偶 摆满房间 一个人在家护肤 泡脚 才是无心给自己的标签 而当约上好友吃饭聊天 她也主动倾诉了自己在工作上的诸多心事 心疼女儿的吴爸爸 也将通过节目 加深对闺女的了解妇女俩的相处 会有怎样的改变 演员袁珊珊的独居生活 除了关于亲人 关于工作 也还有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袁珊珊即将在首期节目中 聊到自己的恋爱观性格仗义了她 自称总是把男生处成哥们袁珊珊的问题 同时也困扰了袁爸爸 闺女的独居生活 有着老爸不完全了解的方面 倾挺闺女的心声 即使妇女关系 能够更亲近的好方法 虽然目前四位闺女还未正式亮相 但她们即将在首期节目中的独居表现 以及四位爸爸与情感观察院的亲情探讨 早已引发无数观众的期待 会议运动员和文娜的日常 依旧离不开拉筋 体谈新兴复原会个性率真 但也偶尔发脾气 演员袁珊珊邀请好友 主动聊起婚姻家庭甚至育儿话题 主持人无心找朋友大吐苦水 表示为事业优先年龄 职业身份大不相同 期待1月5日 星期六晚22点